穿黑衣的男子锁定娃娃机里的 海贼王公仔 十块钱一个接一个头 夹了老半天 投了保证取务金额 1360元 却没夹到 仪器之下竟然报警 控告业者诈欺 过保障金额之后 他没有打电话也没有电话 但是你有留电话对不对 我有留电话 我们资料都在这边 提告我是很难接受 客人不打电话 直接报警提告 业者无奈喊冤 实际来到台南武圣夜市旁的 这间夹娃娃机店 所有机台右下角都有标明 报证取务金额 只要达标在夹到娃娃前 夹取次数无上限 也备注业者联络方式 如今被提告 让业者怀疑是恶意报复 他有跟我讲 他要再打边盒 不让他打边盒 他要夹的就是这盒 不让他打 他就说他想要用 还问我市价是多少 我跟他说店内不可以调理 他觉得我的态度不好 所以就是他没有联络我 他就直接报警 原来这位客人上个礼拜 就曾到店里消费 夹公仔 也是夹到保证取务金额 当时对方有打电话来 还说想付钱买第二只公仔 遭业者拒绝 这次夹不到 直接录影搜证报警 但因为夹不到娃娃 闹上法院 恐怕也是业者 始料未及 接着来关张谈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